我今天一百岁了 给我点小小的面子 一天见 退战 一天见 如果还在你这种人的手上 会有多少无辜的人受害 看在你祖师郭襄女侠的面子上 我放过你 宋朝末年 大侠郭靖在战此襄阳前 重铸神雕大侠杨过的玄铁宝剑 打造了屠龙刀和乙天剑 相传两把神兵力气内 藏有武林绝学和兵法奇术 武林至尊乙天屠龙 为了争夺两大至宝 江湖上掀起腥风血雨 其中乙天剑由郭襄女侠保管 由峨眉派掌门世代相传 名叫金毛师王谢迅 无意之中得到了屠龙刀 不料他的师兄成坤 为了得到宝刀 杀害谢迅全家 还陷害他与六大门派结仇 并弄瞎了谢迅的眼睛 异地武当派弟子张翠山 和英宿祖夫妇救下谢迅 为了躲避江湖恩怨 三人隐居到冰湖岛 15年后 张翠山的师父张志仁百岁大寿 张翠山想带弃儿返回武当 给师父祝寿 同时也想让儿子无忌 看看外面的世界 异地江湖上 谁都知道我跟你的关系 谢迅虽担心 却也只能同意 一家三口在回武当的前一天 遇到一对母女 母亲病重 女孩很是伤心 无疾为了安慰女孩 将自己的护身符送给对方 此女正是少年的周芷若 也为日后两人的孽缘 埋下了伏笔 周芷若的母亲 是俄美掌门 灭绝师太的爱徒之一 深得师父看重 因违反门贵 成婚生女 遭到灭绝追杀 看到这里 便想到了杨不回 原著中杨不回的母亲 纪晓福 与名叫光明左使 杨潇相爱 这里却将杨不回和周芷若 写成一人 临走前 张翠山不忍女孩伤心 为其母输入争取续命 殊不知此举 将为她带来杀身之祸 不久 峨眉派追杀至此处 女人为了给女儿 找个安身之处 出卖了张翠山一家的行踪 灭绝师太答应 照顾周芷若 义长送女人归西 当晚 灭绝师太召集 五大门派齐举武当 打着找谢迅的报仇名义 逼问张翠山 说出谢迅的下落 实则是为了得到屠龙刀 张翠山为谢迅解释 武当门派不但不听 还以殷素素 是名叫妖女说事 张真人极力劝说 为虎徒弟 殊不知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就当双方对峙之时 武林败类 玄冥二老闯入那堂 想要强行掳走 殷素素跟无忌 玄冥二老是江湖 绝顶高手 一个好色 一个好酒 他们的成名绝技 玄冥神掌 鹰狠毒辣 鹰素素一敌二 哪里是对手 不慎重了玄冥神掌 无忌只是个半大的孩子 没有多少战斗力 等到施供张真人 闻讯赶来 无忌一被抓 张真人不愧是武学宗师 仅一招就控制住 玄冥二老中的贺比翁 路障刻提出 以无忌换回师弟 张真人爽快同意 两人约定同时放人 不料贺比翁耍阴招 趁机也将无忌打伤 玄冥二老自知 打不过张真人 逃离现场 鹰素素和无忌 双双中了玄冥神掌 你们这个 名门正派呀 张真人怒了 质问武大门派 张翠山为了不让师父难做 将弃尔托付给师父 当众与师们脱离关系 独自面对 谁要找我义兄谢逊报仇 来 一怒之下 张翠山与武大门派 一决生死 然而寡不敌众 面对围攻 张翠山逐渐落了下风 看到这里就觉得奇怪了 怎么没有人上前驻战 鹰素素和无忌 身受重伤 无力出手可以理解 可武当七侠 居然无一人相助 直到张翠山被灭绝 师太用以天剑击杀 张真人才亮出神弓 一掌将灭绝 打出树米 张真人看到灭绝出手 如此狠辣 没收了他的以天剑 此刻 张翠山已是无力回天 临终前 交代契儿 不要为自己报仇 张翠山已死 谢逊下落不明 张真人发火 武大门派只得兴紧而去 此后 殷素素和无忌母子 便留在武当疗伤 在施供张真人的帮忙下 体内的寒毒 虽然得到缓解 可惜治标不治本 除非炼成 治阳治烈的九阳神功 九阳神功是少林绝学 话说张真人 原本出自于少林 当年张真人 在师父面前发过誓 不让武当弟子 学习九阳神功 为了救无忌 张真人将无忌 带到藏金阁 故意透露出 九阳神功的位置 将机会给了无忌 太师父说 是武当弟子 看不了 可我又不是武当弟子 无忌因此得到解读的机会 却又因此备受排挤 众人皆知 殷苏苏是名叫白眉英王的女儿 被江湖人称之为妖女 这天 武忌来饭堂吃饭 遭人嫌弃 武当七侠之首 宋远桥的儿子宋青书 主动招呼他同桌 实际是为了戏耍 殷苏苏见状 将无忌劝到屋里 宋青书越发来劲 当场辱骂殷苏 无忌上前评礼 却反遭围 一路之下 无忌使用 从义父谢训处 学来的七伤拳 此拳威力甚大 将众人打得落花流水 无忌应犯下门规 成为众矢之地 无忌自知 此地无处容身 带着母亲殷苏苏和九阳神功的秘籍逃走 不料 在返回冰火岛的途中 殷苏苏因伤势过重 无力回天 临终前 殷苏苏交代无忌 修炼好九阳神功 保住性命 却没有像原著中那样告诉他 千万不要相信漂亮的女人 越是漂亮的女人 越是会骗人 独自回到冰火岛的无忌 在义父谢迅的支点下 开始修炼九阳神功 仅仅半年时间 寒毒便已痊愈 由于九阳神功内容繁多 无忌足足用了16年的时间 才将九阳神功全部学会 学成之后 无忌告别义父 再次返回中原 去为父母报仇 途中 华山二老与一个红衣女子 因正邪之分产生争执 双方交起了手 无忌路见不平 出手救下红衣女子 女子名叫小招 本是紫山龙王戴起司之女 话说这戴起司 本是明教四大护法之一 后来与明教决裂 为了得到明教绝学 乾坤大挪移 让女儿小招混入明教 如今已成为光明左使 杨孝手下的一个丫鬟 为了方便报仇 无忌隐瞒了身份 谎称自己叫曾阿牛 无忌和小招结识 互生好感 不久 无忌看到仇人 玄冥二老路过 似乎在为某人充当保镖 两人跟过来一看 发现玄冥二老居然沦为元朝爪牙 他们的主人是如阳王之女 明明郡主 偷到七十二绝技之手的 金刚不坏神功没有 除了两人 大恶人成坤也已投缘 还隐藏在少林派充当卧敌 几人计划挑起明教 与六大门派自相残杀 坐收余温之力 门外的小招大吃一惊 成坤听到动静 立马出手 无忌英雄救美 当即与成坤较量了起来 成坤似乎有要事在身 见一时半刻拿不下对手 便先行离开 由玄冥二老出面对战 两人手段毒辣 使出致应绝招玄冥神掌 不料此刻的无忌 一练成九阳神功 硬生生的接下此掌 如此高强的武艺 惊艳众人 就连郡主也有意拉拢无忌 玄冥二老不服输 再次来攻 混乱之中 小赵不慎重掌 对方人多是重 为了带小赵逃出去 无忌挟持了郡主 全部都给我退出去 这位大侠不会伤害我 无忌带着小赵 顺利逃了出去 小赵要求回明教 向杨作使汇报此事 只有明教 才可以对抗六大门派 殊不知 无忌背负着一段血海深仇 沉船时 无忌偶遇周芷若 此时的周芷若 已是婷婷玉礼的大姑娘 身为峨妹派弟子的她 与同门 郑玉赶往光明顶 讨伐明教 无忌通过呼声符认出她 为了掩人耳目 并没有相认 下船时 周芷若主动邀请两人乘坐马车 此举让无忌倍感温暖 对其恋恋不忘 以天剑完毕归照 此刻 十六年之月已到 武当将以天剑还给灭绝师太 而六大门派已聚集在山脚下 准备一起联手杀上光明顶 铲除明教 成坤乔装成和尚 献出一条毒计 让人假冒无忌 去明教偷袭白眉英王 因为其女因素素已离世 白眉英王爱孙兴妾 定会上当 那么由谁来假扮呢 成坤提议 由宋亲叔来假扮 其父宋远乔 却认为不妥 就在这时 名教亲以父王的笑声传来 在他看来 所谓的名门正派 也不过如此 父王轻功高强 大闹六大门派 打斗之中 灭绝误杀到 其中一名掌门的夫人 还是没能抓到父王 混乱之中 父王掳走了周芷若 危急时刻 无忌突然出手 救下周芷若 与父王对峙一场 灭绝赶来拦住无忌 无忌一招施吼弓 吓住众人 趁卵开溜 看到这里就觉得奇怪了 仇人就在眼前 无忌为何不报杀府之仇 话说无忌带着重伤的小招 逃往光明顶 由于明教杨教主去世 紫山龙王戴以斯 和精谋狮王谢迅 不知所踪 如今主持大局的只有白眉英王 杨佐史 以及轻易福王 福王将探听到的敌情 汇报给白眉英王 马上传无口令 凡是有人自称英王外孙张无忌 杀无赦 话音刚落 小招和一个自称张无忌的小伙 我感到白眉英王 无以为是六大门派假冒的 先下轴围墙 给了无忌一掌 幸好无忌 由九阳神功护身 随即与三大高手较量了起来 小招心之不妙 当即打开一道机关 招呼无忌 躲进密道 密道通往明教禁地 明教有规矩 除教主之外 其他人不得入内 再者 三人感叹无忌的好武艺 想来六大门派弟子中 没有这样的高手 三人便没有追击 此刻六大门派已杀到了山脚 白眉英王当即去应战 就在这时 叛徒成困已混入山顶 独自挑战 杨左使与轻易父王 大斗之中 玄冥二老突然杀出 暗算了两大高手 不用打死他们 玄冥神长的毒气 也令他们再也提不起真气 另一边 密室内的小招和无忌 发现一具尸体 通过地上的字迹 两人得知 此人正是失踪多年的 明教教主杨顶天 当年杨教主在密室练功 发现夫人和成坤的奸情 夫人为成坤挡箭 在与成坤较量时 竟被对方困于密室之中 含恨而终 临终前 杨教主将成坤的恶行 以及明教绝学 乾坤大挪移 刻在了石板上 希望明教弟子 能为自己讨回公道 还将教主之位 传给金毛狮王谢逊 义父的仇人 就是自己的仇人 无计要带义父 去找成坤报仇 决定修炼乾坤大挪移 话说这乾坤大挪移 是波斯人所创 无计看不懂石板上的波斯文 小赵的母亲是波斯人 在小赵的帮助下 无计开始修炼乾坤大挪移 无计天上武学奇才 由九阳神功护体 拥有浑厚的内力 异于常人 仅用了半天时间 就将乾坤大挪移炼至第六层 无意大成的他 还顺便将小赵体内的寒毒 转移了出来 此时 外面鸣教已是危机四伏 六大门派已经杀上了光明顶 杨左史河福王 中了玄冥神掌 无法运功 白眉英王一人 独占武当武侠 略占上风 却因年事已高 筋疲力竞 身负重伤 灭绝戳使众人 一拥而上 危机时刻 无计破墙而入 挡住六大门派 年轻人 你是不是鸣教的人 无计当众揭露成坤的阴谋 说他与汝阳王勾结 让中原武林自相残杀 还当场施展乾坤大挪移 为杨左史河福王疗伤 你觉不觉得有点冷啊 凉凉的挺爽 此举让众人心生畏惧 就在这时 少林高手 空性跳出来 挑战无忌 空性的龙抓手 如火纯精 让人防不胜防 不料竟被无忌 避闪开来 你到底是打架 还是玩捉迷藏 这个大师脾气火爆 就当他信心十足时 不料对面的小伙 竟然施展出 他的成名绝技龙抓手 大师不够打两个来回 就败了 灭绝手持一天剑 上前挑战 无忌回想起 父亲的血海深仇 仇人就在眼前 为了大意 他还是选择了隐忍 灭绝独独逼人 无忌尽空手 接住一天剑 此举让灭绝丢尽了面子 便让徒弟周芷若 去接见 杀了他 唯一被师门教会 万死不得超生 无忌应对周芷若心生好感 没有防备 不善被周芷若刺伤 看着一动不动的无忌 六大门派心知不是对手 便找了个理由先撤 最后离开的武当派 认出了无忌的身份 激动的上前相认 有人高兴 也有人气愤 平静之后 白眉英王和外孙无忌相认 得知杨教主已离世 金毛师王远在冰火岛 无忌已炼成 本门绝技乾坤大挪移 三人推举无忌为明教教主 无忌无异于江湖争霸 本不想答应 但在三人的坚持下同意了 不久 无忌接到消息 说是武当派几位师伯 在回去的路上遭人暗算 无忌赶去接应 发现英六术被少林金刚纸锁伤 全身骨折 英六术告诉无忌 其他人被人劫走 小赵怀疑是明明郡主所为 只有他才有那个本事 无忌带着众人赶到绿柳庄 不料对方早就设下机关 父王不慎触碰到 一阵毒气扩散开来 离得近的英王等人身中剧毒 无忌将他们护送到外面疗伤 独自返回绿柳庄 去找郡主要解药 郡主早已等候多时 两人不慎跌入机关 郡主爽快给了解药 但无忌出不了机关 郡主一再纠缠 殊不知郡主早就对无忌方心暗许 另一边 灭绝等人在半路 遇到了受伤的鸣叫众人 想要趁虚而入 小赵为了拖延时间 等无忌来救援 出言挑衅灭绝 声称自己可以接他三掌 灭绝当即出手 第一掌下去 小赵便被打出数掌 小赵忍痛 爬起来接受第二掌 等到第三掌时 灭绝使用全力打出 不料却被震飞了出去 无忌及时赶来 还带来了解药 众人不知无忌为了解药 答应了郡主三个条件 无忌并没有为难灭绝 而是告诉他 汝阳王已派出高手 在半路截杀六大门派 武当已遭难 让他们早做防范 灭绝半信半疑的带着弟子离开 没走多远 便遇到玄冥二老 而无忌这边带着众人 敢去通知少林 不料现场无一活口 调服上还写有 先诸少林再灭武当 唯我鸣教武林称王 显然 汝阳王想要栽赃嫁货 此刻 汝阳王派来的卧底 敲装成和尚 赶到武当求见张真人 七剑出手暗算 不料被张真人识破 正与审问时 宋青书冲了过来 斩杀此人 说是鸣教将几位师伯击杀 还血洗少林 就当张真人伤心之时 宋青书趁机靠近 用毒针暗算 原来宋青书为了荣华富贵 早已投靠汝阳王 就在这时 汝阳王之女明明郡主 带着众手下杀来 郡主之焉 抓走了他四个徒弟 劝其投降 为朝廷效力 此时的张真人已是高龄 但他一生光明磊落 临死不愿投降 就在这时 吴济赶来 提出替施供张真人决战 郡主说出 那日吴济欠自己的三个条件 随即提出一个条件 让吴济 今日不要用九阳神功 和乾坤大挪移 张真人便临时传授 吴济太极拳 当初吴济修炼乾坤大挪移时 本就极快 眼下也是如此 不过片刻 就将施工交的招式 削了个七七八八 打斗之中 吴济发现 对方使用的是大力金刚纸 打上英柳舒的 正是此人 吴济用现学的太极拳 以柔克刚 以欺人之道 还治欺人之身 也算是替英柳舒 报了仇 就在这时 白眉英王等人赶来助战 郡主又派出隐退江湖多年的玉面剑神 南宫野 此人手持一天剑 大战在即 小招送来屠龙刀 吴济以刀带剑 与南宫野对战 虽然不能用九阳神功 和乾坤大挪移 吴济以太极为本 自创了一套刀法 果不其然 威力无穷 两大高手对决 胜负竟在毫秒间 刀光剑影之中 结束战斗 南宫野断掉一臂 当场命丧黄旋 就在这时 一个只遮住半边脸的高手 快速夺过倚天剑 带着郡主 飞身离开了武当 离开时 郡主告诉吴济 想救六大门派 就来大都找自己 这部倚天屠龙记之九阳神功的故事 到这里就结束了 比起当年李连杰张明版的倚天屠龙记 你觉得2022版的如何呢 希望尽快出续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追风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哦 下期不见不散